如果装上撞火枪托,射速会变快会怎样? 现版本装上撞火枪托,射速会变慢,比原本的单发模式射速慢得多 如果现在装上射速会变快,会发生什么呢? 一,M16A4无敌了 这么一改,最强的还得是M16A4 因为除了射击模式外,其他属性都是步枪顶级的 万弹时间超级快,比进M416 子弹出速甚至超越了M416 而且弹容量也多,伤害也是正常伤害 所以如果M16A4有全自动了,而且射速还变快了 那这把枪就是比M416还厉害的存在 二,MK47有更多人用 MK47这把枪从上限就一直不受玩家喜欢 一方面是因为没有全自动模式 另一方面是后座力比较大,配件比较多,枪声也不好听 现在如果装上撞火枪托,射速会加快 那MK47最起码能连发了,秒伤也高了 其他缺点都可以克服 肯定会有更多人用 三,SKS SLR中近战变强 就算装上枪火枪托,射速会变快 这样两把7.62射手步枪,远战也不会变得太离谱 因为射速快了,后座力就大了 远战就打不到人了 所以还必须控制射速 但中近战不一样啊 中近战完全可以用最高射速打人 所以中近战肯定会变强的 小伙伴们,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